再次谢谢韩院长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朝有协商 我要跟场外的我的族人家人们 说声你们辛苦了 你们正在淋浴 我们正在这里在捍卫我们的尊严 刚刚黄国昌委员提到的那个主决议 其实就是我提的 所以呢 我非常的清楚知道 当时的主决议 就已经说了 我们的行政院 进港补偿 必须要从公务预算里面来编 当时的苏主席 他说 没问题 苏院长 对不起 苏院长说这个做主决议 这个曾经有过的公文 就在国昌老师的手上 好我要再讲的就是说 在袁住民部位一直有人讲 进法补偿一定领得到六万块 我一直很纳闷 主任也在问我 说我们真的拿到六万块吗 你们今天不就是为了行政院扫编两万块政策里协商吗 是不是院长 对吧 而我今天也很认真 我把两本公务预算 一本公务预算 一本周和发展基金 来给大家看 来给大家说明 各位委员回去的时候可以翻一下 我先来讲 原名单位预算的八十一页 税初计划 我们的确有看到计划补偿 是编了二十八点一六一一 因此呢 我们来看一下 综合发展基金的十二月 就是这本 比较黄点的这本 十二月 的确在业务收入里面也有看到 其他业务 他写其他业务的收入是二十八点一六一一 好这个部分 就是由原名单位的二十八点一六一一 里面到综合发展基金 要去补进法补偿的 好了 但是呢 我又翻到综合发展基金的三十四页 一百一十四年度的金额数 办理进法补偿的费用 他上面只有写二十七点八七一 奇怪了 二十七点八七一跟二十八点一六一一 为什么会少呢 到底在哪里呢 我一直在找 好终于在六十一页 六十一页 各位委员可以回番 六十一页的一般服务向下的第九 上面写要办理进法的后台违运管理 也就是呢 我们化进法补偿 他要有一些机制 让后台管理的违运费 两千九百一十万 大家都清楚知道 数字加起来就是二十七点八七一 加上两千九百十万 等于公务预算里面的二十八点一六一 我觉得主记长 你不要说谎 有些人也不要说谎 都说基金跟公务预算一起编列 可以拿到六万块 报告大家 两本预算书在这里 回去好好的用功看一下 那继续呢 我要问一下 综合发展基金 刚刚主记长有讲嘛 希望在综合发展基金 不足的那两万块啊 要在综合发展基金里面 我们看不到啊 如果不足的两万块 按照我们现在七万多公企 应该要多少 二七十四 对不对 在综合发展基金里面 也没有看到十四亿啊 所以整个 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 这个圆明会的单位预算 编二十八点一六一亿的话 在综合发展基金 应该要看到十四亿 没有看到 好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刚刚主记长说 要在征发基金里面 真的是违法 他讲什么 他说基本法第二十二 二十一条 他用二十一条 他说盈利所得 是可以放在基金里面的 我没有意见 但是 进发补偿 不是盈利所得啊 院长 他是我们的政府 侵害人民的权力 这叫做特别牺牲 特别牺牲 就必须要政府编列预算补偿 因此我们才会同意 我们两位原住民立法委员 一个是吴立华 一个是陈宇 虽然陈宇是后来才签的 同意的啦 我们就按照他们两个人提的六万 我是招委 我就让他通过了啊 那通过了这个过程 我们就不要讲了 那个不提复议案 总统公告都不提了 那我要讲的是 综合发展基金的预算法 第四条第一项第二款 第四目 我一直在讲 凡付出去要收回 我们的主记长 我在质询他的时候 他说 在我们的综合发展基金里面 还有净值三十亿 如果大家都知道 净值三十亿的话 原住民的中发基金是付出去贷款的 这个三十亿都在外面还没有偿还 或者是利息还没有收入 所以呢 根本基金里面没有钱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 在一百一十一年 这是行政院主记总处给原民会的函 因为在一百一十一年九月十二号的时候 原民会真的受不了了 他行文给行政院的主记总处 他说 请波族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 历年办理金法补偿制 累计亏损二十八点三二亿 这是一百一十一年已经亏损了三十八点三二亿 今年亏损了按照他的中发基金里面 应该是亏损了二十二亿吧 然后我们看 然后主记总处告诉他说什么 他说原民基金净值还有六十二点一亿 一百一十一年的时候净值还有六 净值有六十二点一亿 现在一百一十四年中发基金告诉我们 净值只有三十亿 所以里面历年来都从这边出去的 而目前这个净值我刚刚说是贷款出去 还没有收回的 然后我们的主记处又说 一百一十三年度起 由公务预算支印进法补偿经费一结 很显然 原民会也请求主记处用公务预算来编进法补偿 考量进法补偿经费逐年增加 为了维持原民基金规模的稳定 相关经费将是基金财务状况 他们要提下修进法补偿到四万块 我想问今天难得出席的两位民进党的 吴立华跟陈寅同不同意下修四万块 好吗 我今天很高兴看到他们两位来了 不然都是我跟正天才两个人在发言 谢谢 好 谢谢高金树莓委员发言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好